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认为明代新学宗师王阳明和清代名臣曾国藩都位列其中 如果要从这两个伟大人物上获得人生的最好启迪 王阳明新学处处围绕心 良知 知行展开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便是做人 曾国藩在事工上的成就尤其让人膜拜 最值得我们借鉴的便是做事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学王阳明做事 学曾国藩做人 有人说中国圣人两个半 孔子 王阳明和曾国藩 孔圣人历来被大家尊为圣人 但王阳明和曾国藩为什么能到如此高的评价呢 王阳明天资聪颖 是百年难得一个的奇才 他对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他看来 万事万物由心而动 这让王阳明做一切事情都心安理得 对待任何屈辱都处之坦然 王阳明做人内心自足 这种将良知藏于内心的品质值得我们借鉴 而曾国藩天资平平 凭着自己吃得苦 耐得烦 在一片夹缝中闯出了一片天地 做事的态度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做人王阳明内心自足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 圣人无善无恶 只是无有做好 无有做恶 不动于气 在王阳明看来 无善无恶是静态时候的表现 有善有恶是气动的时候表现 在起心动念之间 如果我们自己内心茫然 就会不知所措 甚至连自己究竟是对是错都分辨不清 因此只有秉持一颗安定 清静之心 才能将世间事看破 身处繁华闹事而不为所动 王阳明的弟子薛卡曾向他请教 为什么天地间的善难以培养 而恶却难以去除呢 王阳明认为 因为心中的善恶之念 引发好恶之心 才会致为善或为恶 他用花草来举例 当人们想赏花时就认为是好的 而他周围的杂草都是恶的 因为那些杂草影响了赏花的效果 而当人们要用到那些杂草时 又认为它是善的 人们都希望自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过得开心快乐 但是生活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 更多的时候是一条布满荆棘 与陷阱的崎岖小路 如果遇到困难 无法跨越 就会陷入一个可悲的怪圈 把大量的时间放在抱怨上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曾经是状元 再加上王阳明天资聪明 自己也十分努力 因此很多人对王阳明也抱以厚望 希望他在科考中一鸣惊人 但事实是 王阳明参加了三次会试 前两次都落榜了 直到第三次才考中 当同科的人都为落榜而感到羞耻时 王阳明却说 事已不得地为耻 无以不得地动心维持 在他看来 有上榜之事就有落榜之事 不要过分在意 快乐还是痛苦 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调整好心态 才能减轻痛苦 享受快乐 内心自足 的确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 到哪里都是流浪 世界上有两种人 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 幸福的人 并不是他们的人生道路 一帆风顺 也不是他们才华超群 而是因为 他们善于把控自己的内心 能在狂风暴雨中 看到绚丽的彩虹 能在狂风暴雨中 看到美好的未来 并时刻保持 良好的心态 不会为眼前的困境 而沮丧 而不幸的人 恰恰是内心被困 才有了不同的命运 做事曾国藩 持之以恒 曾国藩的天资 十分平庸 甚至略显迟钝 和他同僚的左宗棠 李鸿章等人 都是人中龙凤 曾国藩既没有祖山的靠山 又没有突出的资质 但是最后 却成为忠心第一名臣 最后一位儒家大师 分析原因 与他做事 持之以恒 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自从认字以来 经历了许多事情 到28岁了 却仍然没有什么见识 从前喜欢的 过一段时间就摒弃了 旧的喜好抛弃了 新的喜好 马上又改变了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不能坚持下来 也就无所见数 后来曾国藩下定决心 要改掉自己的不良习惯 他通过刻苦读书 成绩优异 被咸丰皇帝授予 汉林院树集市 对一个农家出身的孩子来说 这就已经实现了 寒窗苦读的目标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就此 放弃刻苦读书的习惯 他还为自己制定了12条课程 虽然身体多病 但是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学习 理学典籍和文史知识 为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习上他坚持不懈 建功上他也没有放弃 在建立乡军的初期 曾国藩曾多次持败仗 咸丰四年初 乡军炼成水陆是1.7万人 在乡谈会师 曾国藩撰写脚文声讨太平天国 向太平军进攻 但是浩浩荡荡的水陆师首战 就遭到了太平军的埋伏 险些遭到歼灭 曾国藩大败之后并没有气馁 而是重新募兵练兵修造船只 配备炮血 两个月后 曾国藩又一次对太平军发动进攻 乡军水师收复越州 曾国藩喜不自胜 不料又陷入包围中 这次不仅惨败 还损失了一员大将朱汝航 曾国藩这时向朝廷上报 乡军屡败屡战 请求严惩 没想到 朝廷看到曾国藩写的奏章 认为曾国藩虽然连遭失败 但仍然顽强战斗 其忠心可嘉 不但没有严惩 反而更加重用曾国藩 曾国藩从中得到了鼓舞 振奋精神 重整军务 与太平军血战到底 最终 乡军成功 攻破天津城 成为清政府 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 一位有功之臣 在现实生活中 也许我们的人生旅途 朝则遍布 荆棘从生 也许我们追求的风景 总是山崇水赋 不见柳万花明 我们为什么不能 以勇敢的气魄 坚定而自信地 学习曾国藩呢 因为我们坚信 所有的成功都来之不易 都必须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 都需要恒心和毅力 豁达乐观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 常读王阳明 让我们的内心 归于平静 看淡荣辱 泰然处之 常读曾国藩 学习他不放弃 坚持到底的恒心和毅力 让我们在做人处事上 向着更加完美的方向迈进 要想活得轻松快乐 走出困境 就应该向王阳明学习 时常进化内心 要想取得成功 做出一番事业 应该学习 曾国藩的持之以恒 坚持到最后 就会取得成功 现实生活中 我们应该将二者 结合起来 王阳明的内心自足 就是要我们 面对困难 挫折 都能以平常心处置 做到豁达乐观 而曾国藩的持之以恒 就是我们说的 做事踏踏实实 把二者结合起来 就是豁达乐观地做人 踏踏实实地做事 王阳明的一生 飘逸洒脱 内心自足 曾国藩的一生 倔强执着 低调谦卑 都值得我们学习 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 以入世事 练出世心 以出世心 做入世事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